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呢 其实正在准备去COP28的路上 那这一次呢是在杜拜 UAE 那他其实就是阿联酋 这个很重要 全世界的很重要的产油国 那在这个产油国里面开启会议 我以前记得我第一次参加COVE 是在杜哈 那其实感觉有一点这个很特别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COVE 我记得是18的时候 今天是COVE28 我第一次参加COVE18的时候 我觉得教我最多的 就是清大科法所范健德范老师 所以今天呢 我再度邀请到范健德范老师 我们因为他写了一篇长文 在很多的地方呢都可以看得到 特别是应该是在风传媒 非常长的这个字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 还没有办法 因为要看懂 其实要需要有一点气候的知识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到范老师 能够在我们去COVE之前 有一个初期的了解 因为范老师整理了 国际上对于这个COVE28的代表的意义 还有他的看法整合在一起 我们欢迎范老师 范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范老师你什么时候也要出门 我30号 30号 那两天吧 OK 好好好 我跟范老师其实 范老师我第一次跟你比较深的交流 是COVE18的时候 是是是 一晃眼十年过去了 是啊 那时候还陪你去陪你去见上人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其实范老师在我们这个台湾很多扮演重要讲 除了是我们政府很仰赖的这个 法律的专长 国际的谈判 那其实 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实际必须要参加COVE 然后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体制 所以回去呢也跟阵营商人报告 那个范老师陪我去了一趟花莲 然后说服了 然后后来我们开启另外一条这个路 那现在范老师同时也是我们 呃特别邀请到的台湾气候学院 这个是由台湾气候联盟所发起的 这个呃大的科技业 呃我们发起一个台湾气候学院 范老师就是我们的院长 所以我应该叫你院长 还是叫范老师 呃都好 非常的荣幸就是 OKOKOK 好范老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次的大概 我先由我 我先来讲一下 那范老师你可以随时来打断我 我让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理解这个气候会先的会议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呃这次的Corp 整个预测上来说的话 这是Bloomberg的预测 那我采用的是这个呃 Javier Blas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呃发布的 呃他特别说了 其实我去年在这个埃及的时候 其实人就很多了 4万多人 那我在前一个Corp 26 在英国的Glasgow 呃就差不多是3万多人 都破纪录了 那我记得我跟范老师去 共同去的是Corp 18这次 那时候还不到1万人 这样哇成长这个7倍 这个到7万人 这个是很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难想象说 现在这个会是变成什么样子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觉得这次的重点就是人会非常非常多破往年的这个记录啦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之后再来说 那另外一个呢 这次的大会呢 呃范老师我在去之前 我就看了很多的文件 我有观察到 呃他们可能会宣布 应该还没有对外宣布 他们在这个 我们去的是这个阿布达比 阿布达比 这个 这个他其实 呃杜拜啦 杜拜这个地方 其实他在杜拜的旁边 呃近郊 设了一个两级瓦 那两级瓦呢 他号称说 他大概要需要 两二十一平方公里 呃的面积 那我查了一下 就是台北市 把南港区 南港区整个 呃弄完太阳能板 就大概有两级瓦 我是用这个 呃一级 等于是说这个 呃一公顷 大概有1mega 这样的角度去算 那我们那我也算了 大概如果以台湾 大概1mega 需要差不多6000万来看的话 哇哇这个要1000多亿 1000多亿才能够 嗯 搞个这个两级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那我发现这个里面做的是 中国一带一路 帮这个杜拜做的 那他们这次呢 这个大会的用的电 呃宣称可能就是用这个 两级瓦的电 可能是第一个 有碳中和的这个气候会议 这是我看到的 呃这个这几天的一个新闻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会议呢 其实有它的特点 我不就特别细说 其实呃我们从这个 这个巴黎协定到现在为止已经7年了 那未来呢 到2030年也剩下7年 所以刚好在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 那这次呢 有一个叫做 Global Star Tech 就是全球盘点的报告 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第一次的这个大体检 我们做的如何 这个待会呢 我会好好来问范老师 这个谈论这个焦点 那这次呢 其实大会的主题 这个Saltan 这个蛮年轻的50岁 50岁左右 都当上这个大会的这个主席 应该是说后任的大会主席 那COP大会正式开始的时候 他才是主席 那他这个主席 蛮特别的 就是他现在是这个 阿联酋这个很大的石油的公司 最大的集团的CEO 那同时他也身兼阿联酋的工业 与先进科技部的部长 那事实上他在2010到2016 就担任过阿联酋的气候的谈判代表 那2020年呢 开始就担任这个 所以他基本上呢 他是这个阿联酋 非常积极培养的一位 气候能源的相关的人才 所以他特别说这个大会 将会是谨慎乐观的 待会范老师也会完整的叙述说说 这次大会所做的一些准备 那他其实在今年就有很多的会议的铺陈里面 他就说其实我们 应该是有机会做到这一点 我其实印象里面对于这个 我第一次参加COP18的在杜哈的时候 我对那次的感觉没有很好 因为那次的感觉 很像有一点仓促做出一个节路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阿联酋 他可能是真的蛮努力的去想要做出一些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在上个礼拜 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他其实他就特别坐飞机飞到了这个南极洲 看到了南极 那他说我们让我们控制气候危机 让我们保护南极洲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因为今年的南极的这个海滨的冰容 创下有史以来新高的纪录 也就是说海滨的面积在南极洲是越来越小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联合国的UFCC的秘书长 Simon他就特别说我们必须停止拖延开始行动 因为今年呢气温迅速上升 今年其实从6月开始到11月底 大概的气温都是创下有史以来 每天都是最高温 所以以前都没有这样过 所以他特别提到说 每个人呢真的都处于灾难的最前线 这个是他接受卫报的一个访问 所以这个其实今年呢 我觉得已经开始就有很多的一个铺陈了 那我自己也看到这个日本的 美日新闻的这个头条 他就说这一次呢去产油国谈去化石燃料 蛮讽刺的蛮讽刺的 那他们觉得是说 是不是把这个逐渐削减这个化石燃料 变成零使用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这个日本也很关心这件事情 任何一个国家我相信都很关心 那另外一个呢是 有很多的漫画就提到 这个其实是全世界的leader都在一个地方 坐着一个大的游轮 其实就是暗示着说 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这个未知的领域就是说 我们温度已经上升到一个极高的点 未来还会更高 那这个对我们造成的这个气候灾难呢 会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大家特别特别重视 那范老师其实这个这边开始就要来 您来帮我们来回应了 因为我觉得你 你写的这篇的文章这个标题 很特别 这个是火中取树 这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你的序曲呢 是金钱石油排放跟战争 我就想到我以前很爱读的那个 应该是谁 就是枪什么的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 我很喜欢读 应该是贾德代盟还是什么 忘了 那那本书 我觉得你有这个把这个隐含的意味 范老师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好的 其实那个我这里面 那个应该是火中取栗 那个有一个措施 应该要更正 好 我想是这样子 那他其实呢 因为我看完最近一些的发展 我先谈一个最核心的 就当我们都知道 你一定要把化石燃料控制 或减少 或者是不要让它再增加 那一直都在呼吁这个事 可是呢 到了这段时间以来 你看到的 它是持续在成长 像去年来讲的话 是创新高 然后按照现在的化石燃料的开发计划 其实呢 它分别就是石油 你可能是到2040左右 那天然气可能到2050 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的讽刺 也就是说 不断有人讲说 我们应该要把化石燃料 控制住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节制排放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像在这一次来讲的话 那那个我们刚刚 那个启明兄这边也谈到了 其实他们这一次在大会期间 还要召开一些 就是说怎么样子来开发化石燃料的 新的计划的会议 conference 毫不避讳 就是他们这一次要开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这样觉得 这个我记得我们几年前在COP19 在波兰的华沙开气候会议 波兰也当众有一些 煤对 那个煤矿会议 是的 也就是说要全世界来用我们波兰的煤 因为我们的波兰的煤是全世界最干净的煤 对对对 我们用我们波兰的煤 多用的话 我们全球暖化可以减少碳排放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这类似的状况 他们现在是说 有人就说也不要太过于沮丧 因为呢 他们借用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让大家来了解和关心 他们或许要来改变这个化石燃料的使用方式 那当然这里面也牵涉到后面 我们在谈的 就是你是不是一定要用非常严格的净铃去看它 因为欧盟也在推这个事 可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就英国和德国 本身呢 都是在扩大对化石燃料的使用 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呢 他们其实正在思考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像CCS用进来 那环保团体对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意见 那这时候呢 欧盟他们就让步说 那CCS他可能在有限度 对于那种极端难控制排放的化石燃料使用 或者是重工业的使用 它有其意义 这就是有点我们讲的清洁 清洁那个化石燃料电厂那个概念 它可以应用 好我们先回来 刚刚那个 那个请问中这边谈到 就是说为什么用这个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 我刚刚在谈那个事情就是 我们今年要来检讨 我们到底排放控制到什么状况 可是呢 所有的战争告诉我们 大概现在排碳 大概就是已经到达5% 5% 好那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 到底努力的多少 一下子那个战争隐藏的 就把它给带掉了 好那这部分呢 是都不知道的 但在另外一方面呢 你的排放大家都说 要控制化石燃料 可是化石燃料呢 持续的在增加 好那再来最关键的就是 你会发现 欧盟或者是美国先进国家 他们在这个排放和石油 两者之间呢 他们唯一的共识 好像就是发展再生能源 好那我们这边也很可以了解 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呢 你宁可宁可去布新 也不要去除救 对于呢 正式人物来讲的话 这样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呢 这里面就会牵涉到 你宁可呢 是去发展再生能源 所以这次不是再生能源倍增吗 那欧盟也要去推 再生能源的计划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再生能源 如果要发展的话 它就能够 未来某种成物上面 去舒缓那种化石燃料 带来的排放的压力 也会带动呢 能源结构的 比较Smooth的转型 因为它后面还在搭配 停止对化石燃料的补贴 这个整个过程 最重要的转电工具 不是是钱吗 好那化石燃料的东西要进来 那也包括呢 节能要进来 好那这些事情都要钱啊 那这个钱呢 是工业国家要钱之外 那发展中国家也要钱啊 这就回到了一个公平的事情 那当然工业国家要钱 它就会走向 法理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 因为呢到目前为止 从京都过来到现在 从来没有证据证明 市场就是碳定价机制 真的减碳 可是它非常清楚 有带动科技创新 和带动战胜能源的发展 这个是被确定的 那这是工业国家要的 那但是呢 对发展中国家呢 他们会变成是说 那你应该在调试上给我支持 那再来呢 你应该给我 给我赠予而不是贷款 然后再来就是最脆弱国家的 损失与损害 那是一个历史的责任 像这几个事情呢 就会变成理所当然的 对到了我们说石油和排放之间 它的tension要怎么解决 而这个时候呢 工业国家他希望用碳定价 来带动呢 绿色融资绿色资金 而开发中国家呢 他会认为 不要那么麻烦 你直接呢给我补助 直接呢给我挣款 那不要让我再掉进去呢 借贷的债务陷阱 所以我发现整个看完这一次的 各方在关切的议题 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 这几个因素呢 将会是整个 气候工业在进行当中的主轴 你会不断的看到这几个事在出现 所以我才会说 它就是一个序曲 金钱石油排放跟战争 不过我们这次的会议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参加过那么多气候会议 没有同时有两个战争 正在发生当中 对 是啊 所以这次我特别把战争放下来 其实前面这三个是 Bloomberg 蓬勃社用的嘛 金钱石油和排放 但是我发现这样是不够的 因为呢战争 它本身呢 它不断的 你看有 我们现在讲说排碳 估5% 那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你想想看 每天这样子几千发的炮弹在打 后面的军火工厂在生产 然后各国在加强军备 那在造战车 在造航母 在造军舰 这些事情呢 好像没有 official 的 record 可以去评估哦 所以呢 就是战争的本身的排碳量 是很难去评估的 是啊 是啊 所以为什么把它放进来 很简单啊 如果我们说今年是 Store Stake 全球盘点 那把战争加进去 那个全球盘点的意义一下都被打折了 对 对 对 所以等于是说如果 不过战争的是很难算成 例如说我们怎么算说 一个飞弹轰掉炸了一个大楼 这个是 我很难想象这个要怎么算 是啊 但是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面对它 那不就是 我们说我们大家努力来把房子盖好 不要让它漏雨 但是有一块你就不要动它 让它继续漏 有点这种味道啊 所以火中 我想到的就是说火中取栗 其实 对 我刚刚忘了回答这个问题 那现在在这个状况我最主要是回到我们台湾的立场 我们台湾呢 并不能够直接参与公约里面去 在这些地方去折中 可是呢 所有新的发展方向 尤其是从钱这个地方来 为了要解决石油和排放这两个问题 钱这边要进来 钱或金融机制或探定价 是带给大家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来想一个是 如果要控温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也就是呢 那个猴子和猫呢 他们有共识的 就是那个例子啊 很好 或者是那个那个例子很好 我们都应该去取用 我们都同意要共同控温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那请问 谁去把那个例子拿出来 也就是谁去控温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工业国家说 来我们来努力控温 首先呢 要face out或face down for the field 这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那另外NDC要强化ambition 没错 这两个都他们说的 而且他们主导了这整个drive 那另外一方面呢 2C嘛 中国和这个金砖四国 他们也在另外一方面 在主导南方的国家 在做这个事 他们也说对 我们要控温 我们要face out face down 要降低排放 讲的都一样的调哦 就我们看的那个 那个那个例子都一样 可是现在stockstat告诉我们 我们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尤其在在今年创下的是 历史以来的高温 天灾地变 所以呢 气我们在讲的控温 不就等于是在火中的例子在烧吗 那现在呢 就是说那谁要下去拿 到底谁去把它拿出来 好 现在呢 2C在弹甲碗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弹了以后都没有结果 嗯 然后呢 非常的强调 那再来呢 欧盟 他说我们一定要推 新的协议 然后他要推呢 结果探定价 你看他切的都是重点 但问题 他他们的成员国里面 就对这个事情就摆不平了 好 那在这情形底下 请问一下台湾 要不要 要不要face down Fossifil 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大的压力 在我们的电力系统上面 我们的台电呢 要承担很大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是一个孤岛型的电网 那我们是 purely的进口 化石燃料 那在这个情形底下 我们如果要排碳 要减碳 要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 我们将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碳定价的关系 这个趋势在扩大 我们未来 我们的贸易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像今年国际商会 已经有正式公开的信 要支持这些事情 所以我以前就有讲过 这事情再发展下去 如果国际商会都进来的话 以后在贸易上面 你在开信用状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你要把你的碳排系数列上去 你去想一个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的贸易将受到多大的冲击 好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也要减碳 也要face down 我们的化石燃料 那我们是不是要跳到火坑里面去取这个例子呢 好 那如果要取这个例子 你要下去做 那请问一下 公约有没有提供我们 公平的去使用碳定价的工具 没有 然后呢 有没有呢 给我们一个空间 让我们去smooth in 像我们的重工业 到底有没有机会去慢慢转型 所以这个就是我发现 为什么我说要超越这个挑战 我们必须很smart 因为呢 我们没有办法 躯避 我刚刚讲了 不论为我们的下一个世代 或者呢 为了迎合现在 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的挑战 我们无可躯避 一定要走向 巴黎协定这条路 但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呢 要很smart 不要变成 就是自己跳下去的猫 那我也是说 那到底谁是猴子 我也不敢说 但是我一直觉得 在这一次 都是不断的用 用相对论出现的这种情境 让我很强烈的感觉 台湾在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一定要避免自己成为 咕咕淡淡淡跳下去的猫 OK OK 要找到合作伙伴 对 而且呢 至少要在这种 博弈也好 或者在这种拉锯其中 找到自己能够自处的 最适当的道路 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 范老师用这个 火中取栗 还有这个金钱石油 排放跟战争 描述的很好 这个就让我想起 我刚才说到的 枪炮兵骏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这个贾德戴蒙所写的 其实我很喜欢看 他系列的书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 他还有一本书 就是大崩坏 人类社会的明天 对 那还有一本呢 是这个 我这个 大概是几年前看的 动荡 国家如何化解危局 这个危局 然后成功转型 其实贾德戴蒙 也是一位学者 他用这样的比喻 点出很多的问题 范老师也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我们这个大会的序曲 就是 Money Fast of Fuel 石油 排放 还有战争 范老师多了这个战争 可能5%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 这很值得我们的关注 范老师 你提出了 你特别引用了这个大会 有主办方提出了 所谓的四大点半移转的主张 这个主张是他们为了要主办这个大会 事前在这一年做的准备 对不对 是的 而且这就是他们在今年等于是公开的对大家表示 他们在这个会议里面 他们希望能够成就的四大典范移转 四大移转 对 他包含了这个加快能源转型跟减缓排放 透过旅行既有承诺 还有新设的财务架构来改革气候融资 对 我想 相较于过去 我们先看第四个 不是大家在批评他们一开始顾问团就找了一大堆 那个化石燃料的业者 然后另外他们的主席本身就是国家石油公司的 这个主要的CEO 大家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另外他们自己也有提到 当然有人对他们表示说不要这样看他们 那他们自己有提到说 那他们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包容性的订阅方会议 因为以前很可能一开始主办国就已经排斥了一些像 化石燃料的业者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有包容性的 那包括这次他参与的人员高达七万人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成就 还有另外一个 前面两个我们不陌生 第三个 我想第三个是比较特殊 他提到的就是说自然人类生命和生计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自然我们知道我们整个气候公约 我们的目的要维护 我们我们叫做地球的守门员就是ecosystem 让他能够能够能够preserve下了了解 那第二个他回到人类 他回到人类 那这个时候人类呢我们也了解 人类永续 OK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他进到生命的时候 其实已经进入到比较更深层的东西了 因为生命不是只有人类 万事万物 所以他也反映了最近在跟生物多样性的连结 生物多样性的东西几乎已经会变成是旧公约的 他们他们会会相辅相成 所以你要想的就是生物多样性那件事情进来 人类就不是唯一的核心 那还有一个生计公正转型 你不可以呢让人活不下去 我们在谈的那种反弹效应等等 所以说这一次他等于是在这个地方呢 他也被认为就在反映那个stock stake里面在讲的 就是人本的核心的思考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以前真的没有看过这样说了 那你会这会看到说 有关于这个地方 你要考虑到社会任性啊 那考虑到那个经济社会问题啊 考虑到人权啊 公正转型啊 我们听到都是这些口号 可是我发现他这一次把这四个东西写在一起 这很特殊哦 也就是说你在写气候行动的时候啊 你过去都比较关切的是前面那两个 那后面现在啊 这后面这两个要一起一起纳进去 哦 所以我想这边蛮值得去蛮值得去去去注意的 你第四个提到说 有史以来最具包容性的缔约发问会议 这个最具包容性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讲的就是 以往你在开会的时候 你是不是我们应该说 大概没有人呢 一开始就在顾问团里面就一半一半 就是环保的一半 然后呢化石燃料的一半 他就认为说我们应该公正对待 然后再来呢 他这一次他没有特别他 记不记得他去年在准备开会的时候 就已经谈到了 他要几乎就是说 你只要想要来参加 我都让你来参加 嗯嗯嗯 他说我会用我所有的方法 让想来参加都能来参加 当时他就讲出这个话 那其实今年呢 他弄出可以让七万人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规划 他是在他是在印证这个事情 那这个是包容性的概念 就是任何你有意见 有意愿要来表达的 我都会让你来的意思 那他目前呢 就朝这个方向走 好看来 你刚刚不是有画出来 那个人人员的膨胀的状况 其实他为了做这个事情 他投资非常多了 然后再来呢 他又兼顾到就是说碳足迹的增加问题 然后他又同时去做那个再生人员的开发 所以他算是还蛮用心的在做这个事情了 嗯嗯 所以他才会讲说 他是一个最包容性的 包容性的会议 其实我是觉得第三条 有一点这个宗教的情 原因在 例如说 我举例像这次的这个教宗也会去 那其实这个天主教 然后或是说他们的这个伊斯兰教 其实他们都有很强烈的对于气候变迁的 呃非常像的一种环境的通郁 告诉大家做 所以我是觉得呃 我觉得跟SCOB18相比 他的这几个内涵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呃范老师讲得很清楚 就前面两个是大多数一直在谈的 那也不见得有那么快的结果 但是三跟四把它加进来 呃就会有一点比较深层次人类的 这个哲学的价值 同意同意 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对 而且呢 他后面也会有 也有别的知乎观察到吧 啊 就是说所谓人本呢 就是说你如果不把生命 还有生计纳入考虑 那你就是没有把 人性和 这个环境 就应该说 这个万事万物 他本身呢 带有的 对于自然环境的 应该叫做互动吧 或联动 你没有纳进去考虑 那你这样的话呢 你后面推动事情就很多阻力 嗯嗯 就像说我们用比较具体的 你现在 为了要去 做控温 为了面对2030的困难 2050的挑战 所以你希望把 Nature Base带进来 你希望借重 Mother Earth的力量 你希望借重负炭 所以你要去 调整呢 我们说土地 和这些的利用 可是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土地 它本身的 性质或生命力 而且会影响到 长期的 我们说粮食的安全 嗯 所以你看 这也呼应到 他们今年 他已经讲了 他COP28会有一个 一个一个 他们叫做 Emerate Declaration 类似像 agriculture之类 或者是 Food Security之类的 有一个详细的名称 我现在有一次忘掉 就是有点像 梁食宣言 所以你看 他这个东西就已经 对应到 非常 你讲没有错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哲理的层面了 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 好像不是只是在 单纯的看那个空温 或者是大家能够把 那个生态环境维持 好像不是这样子 因为呢 这后面如果人 他的生物 我们叫做自私的基因 不能够对上来 那如果呢 你没有去考虑到 万事万物 他自己的 自己的生命 循环的系统 你不把这个 纳入考虑 那你很难达到目标 那你如果没有把人 他维持生计的 基本要求 纳入考虑 那你也很难达到目标 所以我想我们 包括在推再生能源的过程 都可以感觉到 这两个东西的意义 像我们在推 鱼电公司 农电 不都有这个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一次 在谈这些事情 还蛮值得去关切的 跟以前没有看到 而且他要谈 典范语转 OK 这个各位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 因为以前都是前面两个比较技术性的 这次其实是 有很多深层面的东西值得重视 然后不要只有看说 哇 这个在产油国办 然后这个产油国是怎么样 我觉得以前的就是一个杜哈的影响 我觉得 我对杜哈的印象 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我觉得这次 我还没有去 但是我希望我们回过头来到 我们在COP会场会再访问范老师 在看我们观察的一个状况 好 那范老师其实这次 这个就是一个全球盘点报告 Global StarTech 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宣称是八年来第一份的气候成绩 弄成绩单 其实这个很多的NGO都有做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官方 官方愿意做出来 那他们也目前也承诺说 也发现说已经升温1.2度C了 那其实今年 从6月开始 每天每天都破新高 尤其是今年的11月18号那天 全世界跟工业革命前相比升温2度 等于是今年铁定是2023年 一定是温度会破纪录啦 那目前呢 大家根据各国的这个NDC的承诺来说的话 大概按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会升温2.5 其实2.5到2.9左右 他们有一份报告 那他的报告指出说 如果要降温到那1.5度 就是巴黎键定的目标 那可能就2030年要减43% 然后2035要减60% 其实这个很 这个事实上是要更积极啦 那他有17个关键发现 我们就特别说 各位可以看我们里面的内容 包含要怎么去做 这个就是 我就是觉得他有很多的这个建议跟条件 是很值得我们去参考 这个也可以回到 我们这个国内 在不管是温检法 或是我们静零的行动里面 恐怕也要再修正 去做一个有效的连结 符合国际化 这个也蛮重要的啦 那范老师 你这边有提到一个 他的这个Global Star Tech 揭示的残酷现实 我看到你这个 大概我把它整理了 第五有五个 这个巴黎协定空目标的紧迫性 很重要 可是跟努力跟目标有差距 就很像说我们要准备要考试 我已经每天每天要念书了 可是我还是考不及格 那怎么办 然后迅速的公平的摆脱化石燃料 可是感觉很像说要要摆脱 可是说真的化石燃料还蛮方便的 那怎么办 然后我们每个国家也都进行化石燃料补贴 尤其是全世界在这两年 因为俄乌战争 这个政府补贴的很厉害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能源公司恐怕就要垮掉了 或是我们民众的这个物价指数就会高涨 所以每个国家都面临到一样的问题 甚至化石燃料生产计划对于环境的影响 所以这个你说的残酷现实 真的有那么残酷吗 我想应该是真的很残酷 因为实际上他开始的时候不是讲吗 说我们有看到努力 我想这个全球盘点 唯一在安慰我们的最后一开始的时候 说有啦 大家做的是有一点进步 就是说你原本是应该要到 10点多度的 对从3.7到4.8降到现在是2.4到2.6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两度我们从巴黎协定以后 其实都没有人在谈两度 都在谈1.5 那你现在你说可能是2.4到2.6 那其实就等于是没谈一样 对不对 我们知道两度就是不可逆的天灾地变了 更何况我们现在不过才到达1.2 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那可以想象两度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很残酷的事实 大家必须要体认 尤其是今年这样的状况 让我们去对照这个温度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气温差距很大呢 是残酷的事实 然后第二个残酷的事实就是 他明明白白讲的那个甲烷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按照专家的评估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就停止化石燃料的开采 你就要停止这个 但是呢 谁最需要 他不就是中国和美国吗 然后但是呢 他们现在就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他们不论怎么谈 这一百三四个国家怎么谈 就是一个前提不备嘛 就是没有人说要停止 停止那个煤矿的开采 所以这就是谈来谈去的话呢 这很残酷嘛 你就是就是做不到 就做不到 所以这个事情啊 你不论说温度也好 或者这个部分的都很难 然后再来 他本身来讲的话 他不是有评估吗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 要摆脱化石燃料 那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当然有几个重点 那么当然我们 那个那个那个 Face Down或Face Out的Face Fill 我们就先不谈了 那个是一个独立的议题 另外呢 他们比较想谈的是 倍增再生能源 对不对 然后再来电动车 对不对 电动车 那再来呢 就是有关于呢 那个那个 那个在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反弹效应上面 你要去注意 不要去干扰 好 那我们就谈 这三个事情 化石燃料的去 的去除 或者是 或者是减少 然后呢 栽生源的发展 和这个电动车的发展 那目前整个情形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 2030年的电动车 他们认为要升到 百之七十五 我想我们看到那个目前来讲的话 近年入境 我们就以我们台湾自己的状况来讲的话 根本不太可能吧 对不对 我们还要到2034年 而且不过才大概40到50%而已 那欧盟比较快到2030年 可是呢 你全球说要到这个样子 很困难 那那个 那个Facedown那个部分呢 我们就先不谈 Facedown那个Fosphil 那再生能源倍增要到多少 再生能源倍增的话呢 要到1500GbW 1500GbW 那我想啊 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又聚焦这个地方 因为呢 这三件事情里面啊 目前最可能达标的就是再生能源嘛 嗯 再生能源倍增 而且它会带动很多的就业和商机嘛 好 那电动车呢 固然有机会 可是你没有解决再生能源供应 电动车的再生能源从哪里来 那个电力从哪里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呢 包括欧盟呢 他都要去和美国两个人吸手去推再生能源 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呢 他是阻力比较小的啊 所以如果我们从全球盘点看到的 就是那个温度 我必须讲他根本是失控的啊 那你要控温呢 你要解决化石燃料这个部分 难 很难 那化石燃料的补贴呢 更难 嗯 所以在这个状况呢 你如果要处理他的话 你就要靠再生能源的加倍发展 所以你看这四个问题啊 都是已经告诉我们现在的状况 因为我刚才也讲了 化石燃料生产计划 目前来看的话 那个 那个 那个有关于石油部分到2040 然后天然气到2050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停止啊 那他的他的设厂计划 现在目前看来的话 都是持续在增长 设厂计划 所以呢 这一次如果他们在 开那个conference 他们的石油业的发展的conference 我不知道他们要谈什么 但是我想呢 那个部分他一定要想办法 是告诉我们那边要怎么样子 降低排碳吗 或降低其他的事情 看他们要怎么说 但是回到我刚刚讲的甲烷的问题 你如果化石燃料不停止的话 那个甲烷就持续在扩大 所以你看嘛 这个是不是很残酷的事情 好残酷 那个global stock stakes 他没有comment很多 但他就把科学事实给你啊 那这几个都是 很核心的问题啊 这个其实每年都 都是在遇到的问题耶 但是我是觉得 他这次等于是给所有 与会者明白的交了一个功课 而且这个功课呢 以前都是有很多的政治的宣言 这次其实摆明了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要拿来台面上 我称他吧 假设我们才讲说 什么叫做官方的报告 就这个吧 对对 就叫真正官方报告 所以呢 他就会变成是整个 我们要去盘点 过去的努力 现在的 现在的成果 和未来的途径 就是要靠这个了 这是科学事实的依据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要来看 这个就是很真实的 请大家不要只看他描述给你 因为科学报告 他不会加太多形容词 但是呢 我们自己要去了解 他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的 对方老师 其实我们这次 很多的媒体到目前为止 一直在说 在产油国开这个气候会议 大家这个花七万人 排了那么多探 跑去那个地方 搞了一些 没有什么结论的结果 但是其实 这个的确是有点残酷 因为看这个里面的内容 但是其实 如果说在这个会议里面 在这个产油国 真的把这个问题摊开来看 去解决的话 那我觉得 说不定有一个比较突破的进展 有 你讲的没有错 其实我想谁最敏感 资本市场最敏感 对不对 对 我在看各方面的报告 我就有看到 那个资本市场的专家 他们就说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一个 他我综合他的意见 就是说 不要那种直观法来看 我们要不要给一个机会来看一下 他们要怎么来证明 他们能够是带动一些正面的东西 对 所以我才会讲说 他外面要开的那个 那个化石燃料生产的conference 他们准备做什么 那再来一个就是 他们这一次呢 带来七万人 让这么多人的意见都进来 他能不能够取得一个更大的共识 所以我是觉得 是可以以观后效了 那我们过去长期参与 我们也都一直抱着一个疑惑 每一个人带这么多碳足迹 飞到会场去 然后谈了一些 意而不觉 绝而不幸的事情 这到底是对吗 不过至少我们这是从那个全球盘点 我们看到 可能我们排了很多碳 但是也带了很多好的idea回去 那至少呢 我们把巴黎协定推出来了 所以我们so far 我们至少温度有控制降了一度左右 ok 所以从这样来讲的话 好像这个trade off还是可以的 所以范老师我们 我们范老师去的比我多了 范老师你是Cover多少开始去 六第六 进都一定数规则数通过那一年开始去 对 不过范老师你去年埃及没有去吗 因为 埃及有啊 埃及有 对对对 是那个Glasgow没有 Glasgow因为那时候疫情没有去 对对对 那我是连续去了这个 算是今年算是第11次 因为有中断连连 那我是觉得刚刚讲到说 这个GST 残酷的现实 当然他摆在前面是说 我们这个谈了很久 总算有一点进步 但是说真的这个残酷的现实 摆在前面 我是觉得这次这次会议里面 让大家可以比较务实的去解决 一些问题 我最近做一个小补充 像说彭博你这边归纳出来这五点 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意思 你看这五点 假设前面那两个是告诉我们 我们努力远远的不够 这个事实接受了 然后后面就三点告诉我们 你最核心的就是很简单 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问题 没解决 而且呢第五点告诉我们说 你还在持续的这么干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这里面 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 范老师 因为范老师写的非常长 范老师看了多 范老师这一篇大概有几万字 两万字 有史以来我写最多的 因为因为我我一直觉得 因为我我我去年 去年我觉得 因为他一直都还没有那个特别的定论 我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像在观察 但我觉得今年 这个全球盘点出来 真的应该很不一样去看他 所以我花比较多时间 然后我也看比较多的一些东西 那我就觉得 我希望把它做一个一个summary 然后我也希望让我们国人 在看问题的时候 能够多增加一点 我们叫做视角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只停留在 听那个报道完以后 然后就抓当中一部分 自己来来comment 我们是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OK好 所以这个就是全球盘点 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 好 这个气候行动问责 这个是WRI WRI这个组织 其实这几年非常的积极 我也参加过他们很多的活动 范老师特别引用了WRI的这篇文章 Key Issue to Watch 必须关注的 有三个迅速公平的摆托化石燃料 改革粮食跟土地利用体系 保护与富裕森林 推动调试跟完成损失跟损害机制的建制 这个其实是每年我们在谈的这个最重要的三点 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Wars Resource Institute 它其实是 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很多公约的重要的发展 譬如像说巴黎协定第六条 刚开始要出来的时候 后面大概参与去研议一些政策的 你都会常常看到两个单位 一个是WWW 就是野生动物协会 野生动物协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WRI 然后另外再来就是德国的智库 你会发现他们的影子都在这里 而且他们通常讲完以后 那个东西大概很快就会变成是 整个旧公约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就很care他讲的事情 对你看这三个东西看起来像是很像 对不对 可是你会看到就是 他在论述的时候 他所谓的迅速和公平 这两个部分 他是对照在这一次盘点出来的内容 他就会提到就是说 目前来讲的话 你必须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透过应该是双方的角力 双方的角力 你必须要达成有结果 而且他用什么方法来做 他的我们叫做支点 释放在再生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那个后来欧美呢 他们要去推再生的倍增 很明显的跟这个WRI 他们的鼓励的方法是一致的 像我刚刚不是有谈到说 你需要大概1500Gb吗 这就是就是WRI研究出来的结果 那电动车2030年四分之三 这也是属于他的研究成果 而且在这次里面 他还把大众运输的 我们叫做出行 一般的出行 这就是属于大众的交通这个部分 他认为要三分之二 要摆脱化石燃料 其实这个指标是切向于非常困难的 也就是走向 为什么对应刚刚那个公约 主办国所讲的 要回到要回到那个 那个那个比较人本的思考 因为你要要成千上万的人 以后呢 骑脚踏车出行 做大众运输工具 不要再骑摩托车 这是多困难的事情 所以呢 这些事情表面上可话一致 所以就是我就是呼吁说 我们国人们在看这个事情 因为台湾最近做很多努力的 你尝试把我们努力的东西 和这个国际的对在一起看 你会发现 台湾做的还不错 但是呢 你也看到那个困难和挑战在哪里 所以这部分他在推这个事情呢 是很明显的 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地方 而且他是在这个地方公正的部分呢 他特别谈到公正转型是怎么样 就不要遗漏任何人 也就是说 你要考虑到就是 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的工人 哪一些的社区会受害 你这时候你就想到在德国 他在非和的过程当中 怎么解决他的和美区域的人的就业问题 还有呢 那个社区会不会因此退化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东西在台湾都有啊 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像这些事情呢 他们整个来讲的话 是把过去都有在发生的事情 他重新把它做来一次 那至于呢 第二个部分啊 其实呢 粮食和土地利用这个地方啊 他本身还在这次要推广什么 这个我们蓬勃就有概念了 他要推广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不要叫做食物浪费 嗯 然后另外呢 你的食物呢 应该是低碳的 低碳的食物供给系统 所以我想啊 这个部分呢 他还会谈到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处理 有关于呢 洪灾威胁啊 或者生技的威胁啊 还有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生态破坏 他的因应和调试和社会任性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在支持这一次要提出来的 另外一个重点 Global Goal of Adaptation GTA 所以呢 过去在谈这个可能 嗯 就谈谈口号 然后什么呃 有那个partnership等等 但这一次 他们要提那个全球调试目标哦 这个第二个东西 跟全球调试目标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至于第三个 当然没错 就是哎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盲刺在背 啊 所以我想 就调重谈 但是呢 内容很不一样 那尤其这一次有 全球盘点以后 彰显了很多具体的内容 让我们可以去很深刻的反省 而且看到应该走的方向 所以我想啊 从这边去看 嗯 他们应该可以让我们看到有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啊 那像我认为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的农业部门啊 嗯 到目前为止 我记得我们进宁出来的时候 农业部门是乐观嘛 认为说我们排探不多 但是这一次我希望我们能为部门看的好像不是你排探多不多 啊 而是呢 人家现在在讲的 燃食安全 饮食习惯 和呢 它的低碳的文化 要怎么去建立 嗯 那另外当然 就是森林碳会啊 还有另外Nature Base的这个 这个探权开发的问题 像这些 好像都应该对照这次的状况来一并的处理哦 嗯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看得更深一点 看得更深一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一个更复杂的 盲刺在背 这个Loss and Damage 这个损失跟损害的基金 全球调试的落差 还有绿色资助 其实Loss and Damage谈那么多年 其实这个资金就一直显著的都不大够 甚至就是说 它的运作呢 虽然还是有些国家拿出这个钱 但是还是差了很多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当全世界的经济环境没有很好的时候 我其实常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假设我们台湾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的话 范老师我们如果说 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算 就是说 如果是不是用排碳量来算 排碳量来算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是0.5%的话 那如果这个资金要一年一千亿美金 对不对 那一千亿 那我们至少要分担个千分之五 就是五亿美金 那一百五十几亿耶 如果我们是台湾政府说 一年要拿一百五十亿交上去的话 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恐怕立法院也不大会通过 我在猜啦 如果当我们经济环境不好 要是不好的话 就真的很困难 不过这个也是一个责任要做 范老师你这是用的很重 盲刺在背 以前就是一直都卡在那边 为什么这次叫盲刺在背 好 那我们讲说 我们本来以为 我记得我们去年在埃及的时候 包括彭博我们在谈的时候 还有我们国内的媒体去谈 大家都在有点像是在博弈一样 说到底那个Loss and Damage 这个决议会不会通过 还记得吗 就是说那个整个议案都卡在那里 就在等这个事情 那最后当然是通过了 可是通过以后 他被要求要开工作会议 那工作会议一直开到 我们说今年十月的时候 开到第四次了 唯一解决的事情就是说 好我同意 因为那个公约都有一种叫寄存的概念 那他们就说那account 寄存就把它同意放在世界银行了 但是呢 它只是暂时性的 它而且有功能限制的 它只做答案这个决议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里面就为什么我说盲刺在背 因为我认为他问题都没有解决 根本问题没解决 首先他只达成这一个 可是呢 再来 他的那个基金的资源要从哪里来 还不知道 所以刚刚彭博谈到一个关键 他钱要从哪里来 那目前唯一确定的 就是呢 在那个 那个像6.4条 那个计划型的减碳计划里面 他大概有5% 交易金5%是会进到 那个调试这个领域里面来 但是呢 也没有人讲loss and damage 没有啊 那 在先前呢 法国和巴贝多 他们去推 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说 他们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会里面 从 特别提款权里面直接去 去做 哇 那这样的话 刚刚彭博讲那个事情 台湾无可去避 如果他真的按照 你的GDP 还有呢 按照你的这个 这个 人均贡献 他如果换算出一个攻势来的话 那 那是不是 我们一点 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不对 嗯 他就直接呢 他就直接把你 把你扣走了 嗯 特别提款权扣走了 啊 那 这个时候就是 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不只对台湾 对全球都是很大的威胁 那 我们如果回来再讲一下 这个损失一损害的概念呢 为什么会变成如此重要 其实呢 那整个气候谈判 不就是一直深陷在南北之间的冲突吗 嗯 所以呢 当我们走进走出了 京都议定书 进到了巴黎协定 要全球检判 他当中一个一个交易的筹码 不就是 反正中国家 尤其是脆弱国家说 你们要答应 给我钱嘛 对不对 嗯 那这个钱呢 有三种钱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调试基金 对不对 嗯 那已经有了 第二个不就是绿色气候基金 对不对 嗯 好 那这个也有了嘛 对不对 嗯 可是呢 这个有不同属性啊 啊 调试和水质基金 有不同属性 但是呢 Loss and Damage 是他们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工业国家 应该承担 对于最缺弱国家的一种 道德责任 或者一种历史责任 嗯 啊 那这个时候就有趣了 啊 你如果认为它是道德责任 不然的话 我南方国家 或者是脆弱国家 我就不进来解判 那就严重了 对不对 嗯 那这样的话巴黎协定就达不成了 所以为什么 这个事情不解决 会危害到整个巴黎协定 未来能不能达成 所以为什么说 他是这样 王氏在辈哦 好 那 去年呢 我认为说 嗯 他们终于把那个 那个那个事情啊 好像初步就解决 可是 到了今年十月 四次会议开完 没有解决 所以他们又加开了 十一月又加开 第五次会议 那唯一呢 他们有共识的 就放在世界银行 其他的都还没有 美国人讲什么 有趣了 美国人说 你不是讲是道德责任吗 道德责任的话 请你不要用 我有义务 要给钱这个字 因为是道德嘛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是在耍嘴皮子啊 嗯 那你想想看 当双方带着这种啊 辩论的姿态 进到了公约来 那你看 那根刺还是在那里 对 有啊 有很多媒体都聚焦在这个损失与损害 当然这损失与损害 好像对台湾没有太大关系 不 不是这样 您刚刚讲的没有错 这个谈判 他出来以后 台湾是逃不掉的 嗯 就出资逃不掉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我们就是那只猫吗 对对对对 好 我们那是猫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参加猴子的讨论 可是呢 我们可能会 要承担一样的义务 所以这个事情呢 他如果我们说 气候公约的这一支柱 就是损失与损害 不排除 不解决的话 这个公约 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再往下走 仍然是一个问题 更何况 这次的全球盘点 已经把很多东西都拉出来了 嗯 尤其是过去 大家承诺事情都没做到 像 应该在2020年到位的1000亿 嗯 欧盟呢 赶在 上个月 做了一个报告说 我们3号很接近了 因为呢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呢 大概哈 大概已经有出了 大概896亿左右 嗯 896亿 是很接近的 嗯 他说那我们预计呢 应该在2023年可以达标 嗯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这个像是在红脚海吗 对啊 对啊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的旧债 搞到现在欠债两年 都还没有付清 那你现在告诉我说 没有问题 我要继续往下走 然后美国又告诉我说 请你不可以用义务 因为你们自己说是道德责任 你认为呢 这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预期了 在这次的大会里面 这个部分 真的有的讨论了 对 那为什么是盲事在背 如果你不解决 我必须讲 公约再往下推 你要求这些南方国家 或发展中国家承诺减碳 提高减碳 目标的可能性 大幅降低 嗯 嗯 嗯 所以我称他叫盲事在背 所以其实这个盲事在背 对台湾也是一样 范老师 其实讲到一个 我们过去台湾人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这个事情应该 我们是很晚很晚才会遇到 可是你刚才提到一个 很大的重点 如果这个大会 按照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感觉很多 我相信很多的国人 一定就是觉得 这干我什么事 那你们要 与其这样我要加入联合国吧 我开玩笑 但是现在他要磕你的时候 他不会跟你逃掉 我必须讲 这个事情未来会跟什么 还有关系 因为这一次呢 那个欧盟将会在大会提一个 就全球碳市场定价的一个 proposal 对 就是公平价格proposal 大家不要把他想就在玩碳权 我一直呼吁说 大家不要看到 你要再讲那个碳定价 就讲碳权 不是 他就是接续他的cbam 再往下推全球 因为他现在就是说 全球的碳价 全球的碳定价差太多 欧盟是中国的十倍 可是呢 欧盟他要求的品质和减碳效益 比中国更严格 所以这样是不对的 好 那这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 因为是这样啊 如果他现在要求全球碳定价 都要有一个公平的价格的时候 那我们来想一件事 我刚刚不是讲吗 六点是方案型的计划 要付白资五 要进去到 桥市基金 那 那有没有可能 他现在又在增加 两percent 要进去损失与损害 可能啊 好那我们来想 台湾呢 未来为了因应这种全球碳定价 我们自己要 去抵患也好 或降低碳白系数也好 或者做碳基础的操作 来降低我整个的碳管理成本 他是不是整个成本都增加 那那那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在台湾自己 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是不是不要再单纯只想说 啊这只是弄一个碳交易 给大家做碳定价 不是这样子 简单的说啦 欧盟推这件事情 全球有一个碳定价市场 那是不是就是全球196个国家地区 在做碳定价的时候 他就是要把他的资产 他的碳资产具体的呈现出来 简单的说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本碳资产的账 那这个碳资产的账 必须回应公约的要求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影响贸易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要扣除一些费用 来进到调试基金 进到损失与损害 那该不该国家有一个 很清楚的方法来看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 战略要去谈 所以我觉得损失与损害 可大可小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 他们会想出一种方法 是以GDP和人均排放来处理 那更可能的就是在 我们说那个NDC 那个碳定换额图 在做跨界调整的时候呢 他顺便帮你处理可不可以 或者是欧盟呢 CBAM的产品在输入欧洲的时候呢 顺便帮你 科增附加税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 我们都不要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有没有对台湾有影响 有哦 对不对 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是全球的责任 这个如果是损失跟损害的基金 这个等于是不是只有这个碳费 CBAM而已 这个是额外的一种 可能的这个潜在的威胁 对啊 而且它会从我们既有的那成本里面再去加 对对对 哇 这个 这个还是这样子 很值得 忙吃再备 这个是大家过去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对对 而且我这边附带一提 就是说 可能后面也会谈到 就是这一次那个主办国 他事签 他他还提了一个事情 我一直在还没有 还没有掌握他的 所以我在里面 我是写说 这个要注意 就是消费水 对对对 其实我知道那个我们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 还有我们国内像包括我们气候联盟的 的成员 都在关切这个事情 就是探权交易 或者是探权的移转 或者呢 在会计市场上要做 他的税负成本是什么 嗯嗯嗯 那那我在想 这是好像要谈这个事了 嗯嗯 那那这个事是不是就会跟这个损失业损害 会有点关系哦 对不对 嗯嗯嗯嗯 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 我们我们国内真的在那个碳资产这些事情上面真的是 嗯 还差距真的是很大 对不对 嗯嗯嗯 可是呢 这一次他们已经谈到这个了 所以 我把它拉出来 但是我还没有特别对他有很大了解 但是这次我会很很认真的去注意 他到底要谈什么 哎 这个是大会主办国说的重点 嗯嗯嗯嗯嗯嗯 OK这真的比我们想象中 呃 还有细节 所以各位 其实这个好 我相信对于呃 所有的气候的报道或气候的内容 哦 还真的 我是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跟智库 好好的能够帮助台湾来解决 因为以前我们以前那个会议可能大家就觉得说 啊开很像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现在这个离这个结果等于是设定中期目标了 所以这个呃我会觉得不是只有这个盲吃在背 而是很多很多的议题呃 就是我们接下来提到的都是影响我们会很大的 嗯嗯嗯 好 方老师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下一个就是你你书里面提到的 这个巴黎协定的第六条 第六条就是大家全台湾最疯的就是这个探权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疯的莫名其妙 呃 现阶段的探权谈判将聚集到在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际上 哦这个其实我们从过去来看的话 这个这两年的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呃 希望把它呃全球一个统一的探定价的这个机制呃 呃这是有可能真的会成功吗 好因为那个冯德兰在那个也是在十月 就是因为气候公约开会前他都会先有区域会议 那这是呃最后一个区域会是在非洲在南非开 那冯德兰是在那边有一个kino 他里面公开的讲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全球的探定价没有一个合理可以对照 啊来呈现的理性价格 理性价格通常就是说你应该是在 呃没有被干预的状况下呈现的客观价格 所以他就特别举例 那个欧洲跟中国的的那个探定价就是差十倍 所以他认为呢这样子是不利于整个全球在减碳 因为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呢 类似CBM要对照的 就是有的地方碳的成本低 有的地方碳的成本高 所以生产制造会往低的地方走 这样的话呢 他的泄露本质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所以我认为冯德莱恩推这个事情 就是CBM的原生 他要提一个proposal 他要提一个proposal 所以呢这个是这次会议上大家要密切注意 他当然不会在这一次一下就成功 但是我认为他会得到很多人的呼应 想一个事情就是未来 就是我们在整个所谓的理性价格 你去想一个事情就是 现在的证券市场 像我们台湾的股民也可以去买美股 那你也可以呢 透过一些管道 你去买日本的买英国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本身都会认为他那边的价格是反映 那个地方的基本的成本结构是合理的 但我们现在呢 就要问了就是说 那欧盟他说他的价格比中国是十倍 那难道中国的价格是不合理的吗 我想我们在思考事情是到底什么是那个碳定价的后面基础 元素不是受到干预的 你看美国他们会去观察哪些国家在干预他的汇率 那同样的未来 冯德拉安他们要推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碳价 他是不是可以公平合理的呈现 而不是呢 有人在管制他或控制他 那如果这样走的话 这个碳价如果这样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要想一个事情了 那我们台湾的碳定价 什么样子去对应这个proposal 那他们如果走的呢 还是一样就是用碳碎 碳用cap and tray 那我们的碳费能不能对上去 是真的要赶快检讨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呢 他们为什么那么care 因为他们接着就讲了 整个你如果要再生产费争 你一定要有第六条的机制 所以他们这一次的第六条的6.4 在今年8月 他们终于完成整个他们该有的论述 那他里面走两轨 我们上次讲两轨 这是非常清楚的两轨 一个就是对应那个NDC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纯制用的 那纯制用的话呢 他就是跨境不用调整 所以他这个事情是在干嘛 他在扩大碳权计划来支应再生内容发展 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们就希望这个碳权计划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 那他反映市场以后呢 他来带动再生能源的发展 才会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 才能够呢真正的带动转型 所以他们现在整个有一条 整体在规划的一个路径 所以我想 全球要倍增再生能源 他必须要有适当的资金来带动 师部门的投入 而碳定价就是他的核心 而这碳定价他们不希望是关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看 而是全球大家来看一个碳定价的合理的机制 这样的话就是全球的资源都可以在一个合理的状况下 投入带动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做法 值得我们这一次特别去关切 那对台湾的影响在哪里 很简单 还是一句话 请大家 不论是民间或政府可不可以停止去想 碳权是不是一个投资套利的工具啊 是不是来抵一下碳费啊 好像已经不是这么简单了 你要想的是中华民国 他一年 假设我们要达到近零 有那么多的碳要排 那这些经过巴黎协定都会变成是一个 带转型的资产 而你要带着这个资产妥善的规划 才能够支持你的企业在国际贸易去迎合碳经济时代的竞争 那在这个状况下 你就要去关切 冯德莱恩欧盟要带动的这种全球碳定价的proposal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自己的机制要对上去 否则的话 我们又要落单了 OK好 这个特别重要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 corp28将处理EAG不该指重量不重指的问题 所以其实就是 这个其实我也观察到 就是说像台湾 要每个公司赶快做EAG 赶快做什么 做什么 可是它的量 它的值 它的值不好 等于是有做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巴老师最后一点点时间 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对不对 对 我想应该是应该这样说 那个整个目前在牛津大学 他做的 我在文章里面有写 在全球 在Folbis的全球2000大的公司里面 大家都在讲说他做那个竞争目标 对不对 但是呢只有很小部分能够符合 很小部分能够符合 那他们呢 谈到就是说 竞争目标定出来的国家 2022年6月是702家 到10月已经变1003家了 也就是说它增长非常多 可是呢 它真正呢 能够符合目标的 按照Ospir的评估 只有4% 符合联合国的 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Race to the Net Zero的运动 他们制定的标准 按照Ospir的研究 你成长那么多 可是只有4% 能够符合目标 而且目前来讲的话 这么多里面只有37% 有涵盖范畴3 所以你去想啊 国际企业的这个样子 我们转身回过头来看 台湾两个问题 我们的企业到底做的有多真实 第二个 我们未来现在金管会的2.0 金融监理2.0 未来要纳入企业揭露的责任和风险 这个部分甚至于未来会牵涉到董监的责任 请问我们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依法行政的标准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确保这个事情 还是说我们就是放纵我们现在的企业 就是交一个ESG报告书 然后就说我已经宣布敬礼了 我想我们不是在畅追台湾 也不是在诋毁自己 而是如果国际的现实 Fortune 两千 只有那么少的人达到联合国现在要求的标准 那我们自己要不要反省一下 我们到底会差多少 而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国内环保团体会很关注 我相信这次去公约观察的 我们的很多的媒体或环团也会注意到这个事 那这部分呢是很需要我们金融接体单位去关注的 好 这个其实我跟范老师会将会在COP会场去观察 去参与 然后也希望我们会中还有会后 能够再跟范老师好好的分享 因为这个相关的知识真的很重要 希望让大家可以来知道 然后好 今天非常谢谢范老师 我们在杜拜见了 好呢 希望我们这个一切能够顺利 然后 听完看完你的那边 好好看完你的你的那个文章觉得还蛮沉重的 希望呢 这个要落实成行动 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好分享 好 谢谢范老师 谢谢 好 谢谢蓬佛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 晚安 晚安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